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知 越了解越觉得各大圣竹可怕 大黑狗出现在地平线上画成一道无光跑了过来 诅咒道 赶紧走 这样的狠人让本皇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 他们迅速的返回实斩 而这时 王叔等人也回来了 时间紧迫 为了快速的离开这里 叶凡与众人伤妥 将他们收进了预警瓶中 而后 他挤出顶 立身在天空中 但凡是石头都收了进去 隆隆作响 连地基都给拔走了 赤龙道人看上的石料绝对非同小可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老道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月 才能得惜这些石器的秘密 包括石碾子 石堆 地基石等 一大堆的石料 全都进入了顶内 此地一下子光秃了不少 与此同时 黑黄也刻好了道文 他们直接横堵虚空 先远离这里再说 半个月后 叶凡出现在曲州 找到了图飞 让他帮忙安置这些人 刚一见面 图飞就激动的冲了过来 那个炉子呢 拿出来给我看看 自从知道金翅小鹏王 遥光圣子 姚夕被镇压 他恨不得 立刻寻到叶凡看个究竟 叶凡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取出火炉 让他看个仔细 图飞大笑 拖在手中 摇了又摇 晃了又晃 对着炉子传音 嘿嘿嘿 遥光圣子 姚夕 你们还好吗 我可是很想念你们啊 碰一声 离火神炉俱阵 一下子被打得鼓起一块 朕的图飞双耳是嗡嗡作响 给破炉子能封得住他们吗 他用力的拍了一巴掌 也震动里面的人 叶凡收了回去 镇压个一年半载 没问题 赶紧给我找个地方 我要安置实寨的人 最终 图飞将他领到一个 名为浩州的地方 这片绿洲方圆数千里 地域较为广阔 是他爷爷的地盘 安置几十户人家 根本不是问题 随便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可以 环境比原来的石寨好很多 图飞目瞪口呆 我说 你搬家也不用搬石头吧 因为 一大堆的石头跟小山一般 看起来普普通通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石寨中的人 对这片山清水秀之地很满意 由于事先采购了大量的物资 倒也不缺什么 只需要盖起房舍 村人热火朝天 另起新居都很有干劲 叶凡直接闭关 万金元已经足够他进入道宫三重天了 足足一个月 他都沉浸在一种空灵的状态中 机体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神妙无比 叶凡默默运转 感受到了种种不可思议 这一个月来 他听到是我的诵经声 道宫内 仿若有蝉场 上古的祭祀音滑破时空缥缈而来 虽生荡世 却由我活于过去 有人认为那是是我在为今生诵经 当然 很多人都不认可这一说法 绝顶人物相信 那是道我 自己道性的一面 在捕捉道际 勾动世界大道 无论是叫是我 还是称呼为道我 这一个月来都在勾动天地 滋养命主 让今生的我不朽 这一个月来 叶凡的道宫内武器如龙盘绕飞舞 他聆听大道轮椅 机体声辉不断蜕变 当第三十天过后 记载的心发停止运转 天上的精气疯狂冲来 完全将叶凡的闭关之所淹没了 整整持续了三日 应该一声巨响 乱石穿空 叶凡 长身而起 毛子中射出两道龙形神王 他黑发披散 长身而立 体内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他感觉一拳似乎可以干掉一头龙 体内拥有用不完的力量 叶凡的金色拳头充满了力感 轻轻的一挥动 虚空都嗡嗡的颤抖 他有能干掉一头真龙的错觉 千米大瀑布垂落 白茫茫的 隆隆作响 叶凡站在水潭中 一拳向上大气 长铺倒流 如白色的皮链刀挂 土匪则说 笔关一个月 就突破了原来的境界 恍顾身体果然恐怖啊 叶凡单手将一块数万斤的巨石举起 而后侧身猛力的投了出去 这块大石快速变小 落入高空 天际尽头 一群大雁飞过 结果全被砸了下来 土匪看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才叫道 伸口啊伸口 那数万斤的大石头 将天上一排大雁给砸了下来 没见过你这么变态的人 叶凡的体质太强大了 有跋山菊月之力 打在肉身上谁能承受啊 远处 二十几里外传来气急败坏的狗叫声 黑黄是惨毫的 妈的 有没有天理啊 水窖都会被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个半死 土匪瞠目结舌后 听到大黑狗的惨叫 顿时狂笑 姓徐的 你等着 本黄知道是你干的 大黑狗在远方嚎叫 你大爷的 关我屁事啊 土匪咒骂 叶凡站在千米高的石山下 挥动金色的拳头 呼之声不断的传出 他像是在打泥巴 每一拳都没入山体中 轻而易举 最后 他轮动金色拳头 用力的打了一击 贯穿进山府中 土匪的下巴差点惊叫 真是神口 他寄出一个八卦铜镜 紫气朦胧向前打来 我试试你现在的修为 这是一面紫通宝镜 是四级秘境的修饰才能动用的武器 坚固而强大 像是一座紫山压落了下来 强的一声 叶凡弹直 金色的指头击在紫通镜上 发出卡的一声脆响 四级宝镜竟然军力 如烟花般熏烂 崩碎在空中 紫花春天 一股强大的能量肆虐石方 让瀑布倒卷 石山摇动 而叶凡却溃然不动 土匪惨叫 你的身体难道是圣物炼成的吗 我的宝贝呀 他心疼得不得了 虽然武器有不少 但被人这样轻易的击碎一剑 还是让他很肉痛 叶凡气血如江河 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 修行终于进入道宫三重天 将甘之神脏修成五行蜀木 可是他依然没有修出神奇来 不似别人那般有神护体 同时他发现自己在逆五行修行 心属火 肺属金 肝属木 他先修心之神脏 再修肺之神脏 又修肝之神脏 正是火刻金 金刻木 逆五行而成 如果没有意外 他下一个境界 必然修匹之神脏无疑 因为他五行属土 木刻土 土匪很羡慕 你根本无需兵器 肉身比什么法宝都强大 我缺缘 需要海量的缘 土匪神色复杂 只要有缘 你在道宫秘境 便没有平静 可土匪猛戒 所以 我想戒缘 你有多少缘都戒给我 将来十倍还你 叶帆很认真地开口 他有一种紧迫感 迫切想进入四级秘境 我的那么一点缘 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要知道 你想进入道宫四重天 需要十万级缘 这可是一个让人眼晕的数字啊 你有多少缘 叶帆太想突破了 我有一方多一些 大概四千斤左右吧 还不足万斤 你可是大寇的子孙啊 土匪翻白眼 大寇要是有很多原况 就不做大寇了 再说 我爷爷的宝库 我怎么敢驱动啊 原是个大问题 你也不用急 我出去走上一遭 帮你凑上两万斤 没问题 土匪打算去找 李黑水 刘寇 江淮人 吴中天 记得